本集分享的故事呢 單純來自個人在FB社團遇到的經歷 在影片中提到的店家以及AGV總代理 只是方便敘述整個過程 賣家或賣家和店家以及總代理 絕無任何關係 所以請大家不要誤會囉 沒錯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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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Harko 那看到前面這個畫面呢 就知道 現在在下大雨 我本來要去騎Z650的 可是下大雨它... 超不爽的 雨越下越大 真的是拍不了 我才不拍啊 那既然車騎不了呢 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發生了一件蠻有趣的事 我想現在很多人都會在網路上做購物吧 不論是買安全帽 手套 防摔衣 球鞋等等的玩具 對不對 有些東西呢 廠商是會推出什麼 限量版啊 或者是特別版 就是有限定數量的 那些東西都會比較難搶 之後呢 如果你想要找的話 可能在拍賣商城找可以 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呢 可能會去 所謂的社團裡面找對不對 畢竟社團就是一個買賣東西的好地方嘛 它雖然風險比較大 但是 確實 如果你謹慎一點的話 是能為你挖到蠻多寶的地方 當然你也要有一點運氣啦 那不過呢 我最近就是發生一件 蠻有趣的事喔 我呢 非常喜歡 AGV的安全帽 這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我現在戴的這頂Pista 跟我家的那頂K1 大家知道我非常喜歡 AGV安全帽 那看著看著 你一定會有你最想要的一頂帽子 對不對 那我最想要的那頂帽子呢 沒錯 它就是 AGV Pista GPR的 2019 Winter Tester 就是 2019的東側帽 那頂水彩帽真的是非常漂亮 非常喜歡啊 當初是真的沒有錢買 不然我一定會買啊 那現在也沒有錢還是想買 好 反正我就是很喜歡那頂帽子 就是它的各方面彩繪啊 我真的是非常愛 有喜歡的在下面打個嘉義好不好 而且它好像限量3000頂吧 我記得 反正數量就很少 在社團也幾乎看不到有人丟出來賣 那我今天會講這個故事呢 就是因為 我看到有人丟出來賣了對不對 那他丟出來賣呢 也是很突然啊 突然就 突然就給他上架了 放在那個FB安全帽的買賣社團 然後我就想說 你知道嗎 看到你夢寐以求的東西 整個理智線就會斷掉 他賣兩萬塊 然後還附BKS2 幹真的是超便宜耶 每天一到爆了 然後那個時候 我看到我就是受不了 我就說 怎麼辦怎麼辦 你要買嗎要買嗎 我剛剛 因為他上面打九成星 然後什麼平常都有在維護保養 感覺應該是有在顧帽的人 然後我就說 請問有任何的損傷嗎 之類的跟他確認 但他沒有回 然後開始越來越多留言 但是 之後他把這篇文章刪掉 所以我們要來截圖給大家看 之後就越來越多留言說 可能都是要問他細節的吧 然後OK的話就直接帶走 因為那頂真的是 真的算是蠻少人會丟出來賣的 然後 因為我看到越來越多人撕 我就有一個非常的激動 我就說 無傷無損的話 收 嗯 就是 就是一個 超濕布的地方 就是 就是先 在問那個賣家 就是在跟他聯絡的過程中呢 我就有看到 就是 很多留言 因為這個帽子 本身就比較稀有 所以 越來越多人來留言 然後我就突然看到有一個人說 欸 怎麼看起來怪怪的 然後我想說他在酸 然後 就 後來有 第二個第三個人留言說 欸 怎麼看起來怪怪的 就是 那個Russi的那個 AGB的限量帽 他前面這個下巴 這邊 都會有個簽名 然後他就把那個圖片解下來說 欸 你的簽名怎麼特別出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就想說 嗯 有古怪喔 有點問題喔 那為什麼會想到有點問題 因為我 之前查過 蝦皮啦 我是知道 Pizza是有賣假的帽子 但我沒想到 居然有人 敢在社團 PO這個那麼貴的價格 賣假的帽子 從未欠我有如此 我真的是 一瞬間衝魂頭 但我一開始也沒有 真的要質疑他 因為 你已經離你的夢想 已經很靠近了 你怎麼會 怎麼會去質疑這個夢想呢 對不對 我都已經想像好 我剛剛 我剛剛成交的時候 我拿到帽子的那個喜悅感 他天生就屬於你的孩子 你天生就要戴進你的夢 我就不是很相信那個留言 但我還是去 畢竟這麼貴的東西嘛 然後他又在彰化 所以 為了保安期限 我還是去查了一下 正盜版的一些差異 盜版的他下巴的簽名好像比較粗 然後 他的漆面也沒有那種 正版的好像會有一種 辣嗎 還是一種油的一個 精油烤漆面很漂亮 但是盜版的就很普通 很像一般的亮面 然後我就越看 越查越多影片 越看越久 然後我才發現 他好像賣的是盜版的耶 因為我在撕的時候 好像就有七八個人也撕啊 你就知道這頂帽子多夯了 然後呢 我後來發現他是盜版的 然後我就特別去問他了 請問你是在哪裡購買的 他也是說了一個 有名字的電腦 我看過 但我現在忘記了 我再打在上面給大家看一下 好 稍微暫停一下 這邊呢 我的意思是呢 他都已經賣假貨了 他竟然還敢在那邊跟我扯說 他是在哪裡購買的 還是總代理貨 毀了自己的信用 連店家都一起拖下水了 真的是 他媽的不要臉 這邊我也對店家聲明一下 位於雲林斗六的大葉騎士布品 是一家經營已經快十年的布品店 也是AGV總代理認可的經銷商之一 不會因為一點小錢賣假貨 而毀了自己店的名譽和信用 所以絕對不會有賣假貨的問題 100%都是純正的公司貨 大家可以放心的參觀選購 那我也會把店家的連結 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有興趣的歡迎大家去看看 我明明就記得總代理叫迪士雅 然後他跟我打迪雅士 超好笑 我後來發現 真的是超好笑的 想不能專業一點啊 然後 他就沒有在我合有訊息了 我覺得他可能也是心虛啦 因為 在我撕他的 撕他的 那一刻啊 因為我已經喊收了嘛 所以我不確定是 因為我喊收了 他才三文 還是因為 有人開始質疑他 他就三文了 他很快就把文章刪掉了 然後 就這樣 不了了之了 你知道嗎 他說 還要再拍細節給我看 然後他就 不回我啦 真的是 可能他自己也心虛了吧 是覺得 這樣做不太好 一頂四五千塊的假帽 賣個兩萬塊 以為可以賺 但是 終究還是過不了自己良心那一塊啊 但我是超氣的 我真的是氣爆啊 為什麼我氣爆呢 我氣的不是 他賣假帽啊 我氣的也不是 他賣兩萬塊給我啊 我氣的是 他讓我以為 我已經買到我最想要的帽子啊 我都已經想像 我把他供在我家的那個樣子啊 跟我帶出去拍照的那個 快樂開心的樣子啊 幹我真的超 我當下覺得 對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網路上購物喔 不管你是買什麼東西 在社團喔 你看到 你非常喜歡的東西呢 千萬不要腦衝 這種東西呢 也一定要面膠好不好 不然你拿到假的 真的很幹啊 網路上大片那麼多 真的 說不定哪一天就輪到你了 然後我也全身都死了 真的是拍不了好不好 我們下禮拜 下禮拜 下禮拜再來拍 Z650之類的好不好 幹那個 租車費還不能退耶 然後也不能延後耶 我腦袋快爆了 我直接噴500塊出去耶 算了沒關係啦 就當一個經驗啦 不要跟天氣去賭 你永遠玩不贏天氣啊 那這次的閒聊就差不多到這裡啊 那這次唯一有一個好處就是呢 我用4K拍影片 大家有感覺到 畫質有明顯的提升嗎 跟平常的影片 下雨一天才用4K拍 我真的是 真的是他媽的天才 好啦 那這次影片到這邊啊 如果你喜歡 影片的話 按讚訂閱分享之類的 還有最後一點我要講 如果你有要賣 2019的東側帽 AGV Pista的話 歡迎來IG 私訊我好不好 讓我圓得 沒有的話 就當我在發課就好了 好不好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